在瘋狂的真相面前 我們給你最客觀的評論 歡迎收看瘋狂的真相 歡迎大家來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要談什麼 我們今天談的好像是那個 談談看就是 我們出國去玩的 看法是這樣嗎 應該說從我們自己大家出國去玩的經驗 能夠看到什麼東西 那這個東西跟所謂的國際觀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講是說 什麼是國際觀 是這樣講嗎 或者說我們出國的時候 到底都看到了什麼 我們先來看看徐清朗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一下圖上的內容 這個是徐清朗去看的 不是不是 再要講一下 這個是呢 這個不是我去看的 或應該說 就我們如果去日本玩的時候 很多人去日本 大概就去找電梯跟找藥裝 對不對 但是其實如果 你看徐清朗去找什麼 找這個 這個 這個上面的字 這個怎麼講 看起來很可愛的女生上面寫的字 叫做中國泡沫崩壞 很像是談經濟的啦 不是談封面的那個很漂亮的小姐的書 千萬不要被舊誤導 他純粹只是要陷害我而已 那我們其實到一個國家去 不是只有 就比如說我們到日本去 其實可以看到的 不是只有藥裝 或是只有看到 就是他的那個 電器的這些產品 你如果 到日本去 我們說去一個國家 其實你要去了解國家 最好的方式就是 多去比如他書店 他們生活體驗的那些地方去看 所以 像我的話是很喜歡到 就是說 他人家的書店去看一看 那你大概就知道這個國家的 那個怎麼講 一些文化出版的狀況 那以我自己去日本的書店去看 你就會發現很多資訊 是你平常在台灣 就會比較少看得到的資訊 那比如說像剛剛這個圖 當然大家看了之後會覺得說 哇這個怎麼看起來好像很心三色 但是呢 這個看起來也不像日本人啊 他也不是日本人啊 他是純粹日本呢 就是說 我們知道就是說 中國不是前一陣子股票大跌嘛 對不對 然後大家在報導說 中國經濟不好的狀況 那日本也一樣喔 日本連續報導了 就是中國經濟報導了好幾個禮拜 在探討就是說 中國現在經濟哪裡不好 為什麼不好 然後呢 在報導就是說 日本企業要怎麼調整 那最重要的是 除了報導這個之外 他也去報導 中國現在經濟發展的現況 所以 各位看到這個圖呢 他就是 服務業內容 他就是 他講的就是說 中國現在的農村啊 中國的農村現在在辦葬禮的時候 有點像以前的台灣啊 就是說辦葬禮的時候呢 要跳鋼管舞 然後甚至嚴重的跳 像脫衣舞 所以你看那個圖片上面 你看上面有沒有 是中國字嘛 沉痛哀悼長老先生 嫁賀西游這樣子 所以你去日本 看中國文化而已啊 不是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去日本看到的一些的 怎麼講 一些資訊 有些資訊是台灣的 平常的媒體 比較不會給你的 但是我們去國外去玩的時候 不管你是去中國 去美國 去日本 你從當地的一些書籍 或是一些資訊出版的狀況 你會查到這些資訊 那你的看到的東西 你的視野會比較開闊 所以那你讓說 比如說這個例子是 中國服務業的轉型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讓大家 就是怎麼講 先讓大家在一開始 開頭的時候 可以醒過來的例子啦 那下面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比較嚴肅一點 就是 比較認真一點的主題啦 服務業的轉型啊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中國農村服務經濟的轉型啦 這可能是中國新經濟的決心 而且我很高度的懷疑 這到底是不是台商帶過去的 我其實非常懷疑 這是台商把 以前台灣流行的那個 怎麼講 就是那種跳鋼管舞的那種儀式 那種怎麼講 一種文化 帶到中國變成一個 新的經濟模式 特別是中國大陸的農村又多 好 不過這不是重點 重點說 我覺得我們直接進下一張圖 好免得我們那個 瘋狂真將的那個 品質low掉這樣 你有去過中國嗎 當然有去過中國啊 那你中國 你覺得觀察到 你是觀察到什麼現象 生活起來啊 生活 當然 生活跟他的民情的部分都有啦 就是 而且說因為中國福源很大 所以我在中國每個地方 感受的狀況其實也不太相同 好 不過我們還是先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才是我們瘋狂真相 平常會探討的內容 這個是 這也是我們在台灣比較少看到的 這是什麼呢 這是你看到日本的媒體在報導 就是說 中國的習近平政權呢 在統治中國的時候 他周邊相關的 重要的25個人 然後這些人的背景 包括總理李克強 然後包括他身邊的 像什麼大將啊這些人 親信啊 對他的親信 他周邊的人 那他怎麼樣去統治這個國家 他是怎麼透過這些人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像這樣的資訊 在台灣平常就會比較少看得到 那你出國一趟去走走 你會收集到比較多的這種資訊 網路看得到啊 這個也沒有一定出版到網路上面去 所以你網路還不見得收集得到 那尤其是日本其實 你可能要等他出版一段時間之後 他才會看得到 他們有一定的時間差 目前是這樣 所以我告訴你 你去日本研究中國的經濟和文化 不是只有中國 也有日本啦 也有美國啦 就好像比如說 應該正確的說法是說 因為我們的地理區域都接近嘛 我們跟日本 中國都靠近 然後美國在這一區 其實也有很多的利益在嘛 所以你到日本去 你也會看到像這樣子的嘛 他們在探討就是說 最近的 因為其實現在的氛圍很清楚嘛 尤其是美國這麼強力在主導TPP之後 那他們也在講 講什麼呢 講說 尤其日本前 我去日本的時候 他們很強烈的 我們看到兩個現象 一個是在討論那個安保法 討論安保法附帶的呢 就是強烈抗議安保法 日本有一派的人 在國會那邊 在抗議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日本的 那個怎麼講 社會氣氛喔 會有像這樣的文章會出來 世界 新世界大戰的時代 你會看到他評論家 會寫這個 還是要跨像這樣 這個可能是 怎麼講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是日本人 因為像類似這樣子的 氛圍啦 就談所謂的 中日什麼時候會開戰的氛圍 很敏感 但是不是只有日本討論 就是鳳凰衛視也做過類似的討論 所以這樣的討論同時存在在 日本跟中國的時候 你就知道 這絕對不是空穴來風啦 他是一個 怎麼講 社會氣氛或是一個政治氣氛下的產物 但是我們在台灣 對這個氣氛可能感受都不是那麼強烈 我們現在感受最強烈 最氣氛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感受到社會氛圍最濃的是什麼 挺住 還有換住 換住 你看我們這幾天媒體主題都是在這一邊 財經各鎮首稅 對財經鎮首稅 但是其實大家現在在談的是說 經濟現在最好要往哪一個國家去 然後在你要怎麼去布局所謂東南亞 東協的這些新興國家的經濟 那其實你在這些國家看到的他的 怎麼講討論的 國際時事或國際氛圍是長這樣子 可是你在台灣其實感受到的又不是這樣子 其實你去很多國家感受應該都不一樣啊 像我去中國 因為我是自己去旅遊這樣的模式 所以感受到的都是 就是各個地方政府 他覺得就是中國政府的執政好像是做得不錯的 但是這跟民間的落差聲量就很大 人民就會覺得中國好像哪裡沒做好哪裡沒做好 那這跟美國好像是完全反過來的 對 美國就會覺得政府好像哪裡做得不好做得不好 但是人民好像做得比較好比較好 那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可是我覺得在中國其實也有一點是不太 也不太那麼一樣 就是說中國的狀況 就是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中國政府當然就是說或是官方媒體 一定要去報導就是說 我政府施政有做得有多好有多好 可是你會發現 就是說中國的人民 普遍其實對政府有一種不信賴感 而這個不信賴感是存在的 不只對政府 中國人民我覺得對自己的同胞也沒有什麼信賴感 因為我覺得他社會 他們最有信賴感應該是在那個淘寶網的付費機制上 但是對淘寶的產品他不見得有信賴感 對 就是他們已經國家要到 那種非常嚴謹的那種 城市設計的這種 的系統建立起來 對 才有所謂的信任感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 那個社會下的氣氛也沒有辦法 就是比如說像 我們看到之前的天津大爆炸好了 你就會看中國人的討論 其實你去看中國人的留言討論 就會發現 其實很多中國人是很激動的 就很多中國人其實是質疑自己政府的做法 但是呢 你從官方的媒體就會發現 官方媒體看不出來 不但看不出來 他會把他 急著要去掩蓋或是封殺這個新聞 然後造成會演變成 就是有多少人為了這件事件 然後壯烈的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為國家壯烈的付出 對 這是一個值得感動的 而且呢你看到中國 只要每次看到跟民生有關的新聞 像尤其是那個所謂的黑心食品的新聞 只要一發生出來 你看到那個什麼 就比如說在微博留言 第一時間一定都是先質疑先罵政府 不管狀況搞清楚 搞不清楚 像有時候是查證的問題 對不對 有時候可能是查證不完整 那或有些 甚至有些食安狀況可能是烏龍事件 對不對 可是在中國 就是他現在不管 他不管就是說你到底是 反正一定是政府有問題 是真的還假的 第一時間一定是先質疑政府 就是說你看一定是我們的國家的 中國叫做執檢局這樣子 一定是執檢局把關的問題 或執檢局跟人家有勾結 所以呢這個廠商出問題 然後之後呢 可能搞不好被放水 過一過可能就算了 就你會發現 他的人民其實很 其實是第一時間會先否定政府 先質疑政府之後呢 然後再下評論 那你會發現這個社會氛圍 其實是在中國 其實我覺得在中國 其實這個氛圍其實是很 還蠻明顯的 相對不信任感 感覺就充斥在各方之間嘛 對啊 就像你即使連那個 淘寶上面買的東西 買的是真品還是那個 你也不見得會相信 但是在日本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就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 其實還是在的 日本是一個 日本是一個很守法的社會 而且日本反過來講 就是說 所以有一個調查很有趣 就是說 日本人出國之後的被騙率 是全世界最高的 因為你講什麼 他就相信什麼 政府講什麼 沒想到世界這麼邪惡 所以日本的國民出去到其他國家去之後呢 被騙的比例是最高的 那這個數據其實就反映出來日本人的特質啊 就是說他們的 因為他們的社會從小到大 他們其實很講禮儀啊 對 然後還有從小到大給他的訓練就是 政府也好 老師也好 社會給你的承諾講什麼就是什麼 所以呢 才會造成結果就是說 日本人就是一板一眼 你說什麼他也相信 我們開玩笑講說 像日本的車庫法 這是最明顯的 日本車庫法是告訴你說 你家要有車位 或者是你要租到停車位 可以長期租到停車位之後呢 你才可以買汽車 你要出示那個證明 而且還要你家附近的那個警察啊 那個開證明給你才可以 嗯 但回過頭來講 就是說同樣的東西我們 在台灣一定想說 那冒可靈 啊沒關係啊 我就去 我就去一個警察局 我就租一個車位嘛 租個一個月之後呢 等車買到了之後 檢查過了 我就退租 檢查完我就退租了嘛 可是你會發現日本人 不會這樣幹 日本人也沒有想過這樣幹 所以你會發現日本幾十年來有沒有 就都還是按照這樣的習慣 在執行他的車庫法 可是同樣的法律 如果拿到台灣來 大家大概會有很多種去 鑽法律漏洞的方式 在香港在中國 也可能會有這樣的方式 在新加坡應該都是這樣玩啊 對 只要有華人的地方 只要有漏洞可以鑽 大家都會去想辦法這樣 所以我以前看到課本都教 華人是禮儀之邦 後來去了中國又去了日本 我發覺好像是寫反了 中國不像禮儀之邦啊 反而日本比較像禮儀之邦這樣的概念 這應該說日本早期也是受 也有唐朝文化的影響 有但是演變到現在 局勢已經大不同了 對 跟當年的模式已經不一樣了 像我以前跟各國的人工作 其實我發現有觀察到很多 特殊的變化 對 比如說像我有跟歐洲人工作過 比如說像最典型的跟德國人工作 對 像比如說我們有去那個蔬果工廠 它那個溫度都很低 對 要食物要安全 對 我出了那個 在那個廠房裡面 因為它都有冷凍 對 溫度很低 我們打開了 我才把那個什麼 安全的那些服裝把它脫掉 這樣就不行了 我要在裡面脫掉 然後才出那門口 因為德國人他會覺得 你這個出來了 已經被污染了 然後你衣服才脫掉 這樣不行 你要先在裡面脫掉 然後才出那個 比如說出那個安全法 安全門那個概念 你第一條的意思嗎 他們會注意說細節是 有這些細節的 但你看這種細節 在台灣其實不太會注意 跟他們工作人員發現說 各方面細節其實 很多點他們都會徵照那個 好像內建SOP 對 那個SOP就叫那個 這個日本人跟德國人 就是真的是還蠻相像的 算比較接近的 就我想我們台灣其實還蠻多人去過 去過日本 所以你如果去過日本去 尤其台灣很多人喜歡自助旅行 那大概都會搭火車去做自助旅行 用周遊券這樣去搭 你用周遊券去搭的時候 我想很多人對日本的那個火車的 那個什麼列車的那個站長 或是車長 應該說車長 對那些車長應該都印象很深刻 為什麼 尤其是那種鄉下小站 沒有多少人在坐車 第一你在列車上面的時候 就算沒人 他車長只要走過去那個車廂 一定是就是站直 然後對整個車廂直接 畢恭畢敬的90度靜離 靜離完之後再走到下個車廂去 然後第二是即使沒有人在看 他的車廂就是車要發的時候 一定會就是做這樣子的手勢 表示車要往前走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即使沒人在看 他們已經養成習慣 就是說該有的動作 該有的規矩 他就不會少 然後他還是會有這些動作 那我覺得這種一板一眼的民族性 其實是需要時間培養出來的 其實也有 但或者在應該說 其實不只我覺得不只在日本 好像你這樣講 那日本才有 但其實我覺得外國也有 對 像比如說我去澳洲 那個比如說要搭車 因為像我們的車都是有那個什麼 車站 都是有閘門 對 還有管制人員的 像比如說在澳洲 或者在歐洲 歐洲也是 那些車站是沒有管制人員的 因為有些大站可能有 有些真的很小站 就沒有了 如果是你會買票 有的人就不一定會買票 我相信 台灣人比例可能比較高 但到了中國人 比例一定是非常的低了 因為沒有人檢查 我就不要買票 比如說如果我從小站到小站 對 那我就不見得會買票 對 反正也沒有人檢查 但比如說我們去澳洲 你發現澳洲人是會買票的 他們會覺得那個信任感 還是要在 我們不會因為這樣 而讓整個系統全面都要什麼 贊物人員做管理 所以這個系統還是在的 對 對 所以不見得說 不見得說 一定是沒有的概念 他 可是我覺得到這個層次來說 他已經不單純只是一個 已經只是一個遵守秩序的一個習慣了 甚至有的他對一些國家來說 他已經是一個道德層次的 可是這個東西是基本的 對 就像你不會在路邊大便 雖然法律可能沒有規定 不能在路邊大便 對 但你覺得路邊大便 傷害你的自尊心 所以你不會做這種事情 對 差不多類似的概念 大家沒有規定 那個已經是一個教育跟一個素養 或是一個道德感 一個國民素質的概念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舉一個 之前紐西蘭發生的例子好了 之前紐西蘭曾經發生過一個例子 就是說紐西蘭大選的時候 那我們知道大選的時候 其實現在很多國家 難免都所謂的那種 比較怎麼講一些民族的 民族主義的激進政黨 就是說 尤其是歐美國家 面對外來人口多的時候 有外來移民的時候 都會有那種什麼 白人優先 類似像這樣子的政黨 紐西蘭當然也有這樣子的政黨 這樣子 它就變成是 紐西蘭優先的政黨 那這樣的政黨 曾經當初 他也提出過 在大選的時候 提出過一個文宣 那這個文宣是什麼呢 這個文宣就是說 我們今天 紐西蘭的一些社會問題 包括紐西蘭的房價炒高 都是這一些 外來移民 特別是什麼 比如像中國人造成的 來我們這邊買了太多不動產 導致房價激增 導致房價這樣狂飆 不過這是真的啊 對 可是紐西蘭人的態度 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 當初他的這份文宣 因為本來要寄出去 給全國人民 那這個文宣呢 就是後來被 紐西蘭的郵差 被紐西蘭的郵差抵制 就他拒絕去送這個信 有個郵差先開始拒絕送這個信 因為他覺得沒有任何的 科學依據去證明 就是說這個怎麼講 就我們現在社會現象 這個事件的原有這樣子 一定是外來移民造成的 那一個郵差有反應之後呢 當然這個黨的黨魁就很生氣嘛 這個黨的黨魁想說 你一個郵差怎麼會這樣子拒送我的信 他說你拿了 就照理論上 以商業社會 你拿了錢 你就是應該 就交易產生了 你就成立了 你就是應該要去送信 那當這個黨 開始給他壓力了之後呢 發現他得罪郵差公會 郵差公會整個一起起來反彈 就是拒送這份DM 然後呢這個黨的黨魁呢 才被迫呢 不得不把這件事情呢 就直接算了這樣子 但是那一年選舉 他們也沒有選得很好 可是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個呢 這個在中國和台灣 都不可能發生啊 在台灣郵差 只想趕快把信送完 因為加班真的加到太累了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現象 在紐西蘭它會發生啊 這就是我說的一個社會 它進步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就是 它的某方面的一些道德感 或是成為它生活素養的一部分 所以它很自然而然就會做出這些 讓你看起來就是 會感動的行為啦 應該這樣說 有啊 其實像我跟各國的人工作過 其實可以觀察到很多的 就是 那個人他反映出來 他們國家成長相對應的背景 對 這個就會有差 像比如說我去工廠 我有跟歐洲人工作過 德國就像這樣一板一眼的 就每一個動作都按照流程跑 對 像英國人他就會 一邊工作一邊高談說 工廠這個制度哪裡不好不好 這個需要改革什麼什麼的點 像義大利點就一直在喝咖啡 就不管有多忙 你總是看到他在喝咖啡 然後法國人是他偶爾 就會展現一些幽默感給你看 比如說可能切東西 他把它切成愛心的形狀啊 什麼特殊的樣子 就會讓你覺得 他在工作忙中之後 還在找一些娛樂 可是那個整個流水線跑完 那個工作其實沒有什麼delay 而且品質每一個產品的品質 其實是差不多 對 就是做得還不錯 我有跟華人 就是跟亞洲人地區的一起工作過 也有 最特別的比如說香港人 就是你在這邊那個工作現場 都是聽到香港人的聲音 如果你有去香港 他說話真的很大聲 對 對 其他人聲音都聽不到 然後韓國人的話 韓國人會先一個人佔據這條生產線 接下來第二個第三個 然後整條生產線都是韓國人 非其他 非韓國人的都被排擠到其他生產線去 台灣人最特別 有那個supervisor來的時候 台灣人工作超賣命 那個監管就是監督的 supervisor不見了 好像下課時間 下班時間那樣的概念 那中國人也很特別 你可以看到他一直都很忙 就整個生產線的過程通通都很忙 那很屌的事情他沒有完成了任何東西 但他還是很忙很忙 你就覺得他很忙很忙 好像在做很多事情 但到後來這東西就是還是都沒有做到 這是非常厲害的點 那整個 在亞洲的生產線這個整個做完了 你可以發現那個產品的品質落差非常的大 沒有做完怎麼辦 是不是要加班 所以大家繼續加班把它完成 所以你就發現 就我同時在這兩個生產線都工作過 你會發現一個好像 工作時間好像比較短 好像比較在混 但是人家都會把東西 就清清除除 就是一個品質每一個都按照一個程序做完 但是到了亞洲生產線這邊 工作時間好像變得更慘了 老闆的成本也變得更高 公司的水電什麼支出都變得更高 但是好像產品的品質 好像完全卻比不上這樣的概念 你看這樣的過程其實它就反映了 就是每一個國家 它在背後這個國家的社會氛圍 怎麼把這個人塑成那樣的形狀 應該說那個是 我覺得是養成的思維 就是雖然東西都要做完 但是我覺得養成的思維還是不太一樣 但它有反映到這個國家的背景 是啊 像比如說你很明顯在台灣就是 他就會告訴你加班第一 對不對 也會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主管或是老闆 他比較喜歡會肯加班 願意加班的員工 那這種都是前一世就告訴你 可是 國美國家並不會告訴你說你愛加班 老闆比較愛你 金融業上一月不是就有 政府去督導這些金融業的 對 然後發現有人沒有薪資 但是還在繼續工作超市 對 主管是說 這些金融業的同事 他們希望自願加班 他們喜歡加班 自願加班 對 華人其實蠻喜歡加班的 對 你看這種文化其實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也不能說華人自己喜歡加班 是說社會的怎麼講 有一個價值觀就是鼓勵你加班 那這個 這個鼓勵你加班的價值觀是什麼 叫做老闆喜歡 或是主管喜歡 有加班有機會升遷 有加班有機會調薪水 你被他無形中變成你的潛意識一部分的時候 你就會好像那個強迫症一樣 強迫自己不加班不行 所以台灣人比較喜歡加班嗎 對啊 其實我們看勞工運動 反對加班的時候也沒有人站出去啊 也只有幾個人而已啊 比去看演唱會的人還少 就沒辦法 就大家喜歡加班 因為這個狀況也不是只有台灣人有 其實日本也是這樣子 也是有 日本也是加班文化很盛行 對啊 很多公司也是帶到居酒屋 帶到哪裡去繼續去 有啦 像新加坡、香港、台灣、日本 其實公司真的都相對比較長 對啊 所以我才說就是 那個其實又是怎麼講 就是說每個地方不一樣的人 他其實都有他的教育養成的過程啊 養成他變成這種習慣啊 就是加班的問題 所以我說就是說 你其實去美國要去看一看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還是什麼 就是說 你多融入他的生活去做觀察 那你比較不會被一些 我們的刻板印象去騙 那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對這種生活的觀察 其實你要從人家回去的點去看 像去日本就很明顯啊 台灣人很多時候去的時候 最喜歡去觀光客會去的點 所以觀光客會去的點 特別是中文菜單越多的 那個其實很多都是 就是觀光客在看 你看不太到很真實的部分 甚至你遇到好多 可能是比如說 員工本身可能就是大陸人 他連中文都會講 你要遇到日本一般的生活習慣 其實你要了解他 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你反而到一些鄉下去的時候 可以看得很明顯 比如像我這是真的感受到日本 那個少子化控物率真的有多嚴重 或我去了那個北陸的鄉下 哇 那個真的是嚇一跳 那個房子齁 整棟大樓除了一樓有店面之外 上面都黑壓壓的一片 然後上面都寫的 你知道日本寫入居者募集 就是要遭租啦 那真的有過多少人 然後整個那個鄉下地區 控房子一大堆 然後大部分都是老人家比較多 還有什麼日本最容易看到就是整骨院 整骨院你知道嗎 那骨頭的骨 就是給老人家去調身體 每次穿頭不舒服的時候去調整身體 那骨頭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在日本 現在就是這種狀況 你就仔細去看了 就像這些社會現象 你真的是去看了之後 你才發現說 哇 現在去日本買房子的那些人 其實我真的覺得他們很有勇氣 因為其實日本一方面空屋率在飆高 你現在再去買 你就會發現那些房子越久了之後 我覺得那個房子未來要脫手的機會 趨近於你 除非日幣大幅升值 但是如果日本人也沒有意義 對 因為你不會換成日幣以外的貨幣 對 所以效益其實不好 因為日本每年人口減少20萬到30萬 其實也很拼 買日本的房子不如買美國的房子 尤其是我跟你講去日本 你就會看到日本那個少子化的現象 你才知道就是說 哇 你從那個控物力去看也好 或是從那個怎麼講 從他那個老人家增加的比率去看也好 你就會發現就是說日本其實現在面對的那個問題 那個可以當作台灣未來的借鏡 因為我這次去發現還有日本什麼很多你知道嗎 安養院 老人安養院的比率 比率非常的高 當然啊 日本安養院的數量算建置得相當完整 你去路上看到一堆都是老人啊 對啊 然後他們安養院的比率建置得很完整 我這次去還拍了很多張 就原來日本的那個怎麼講 安養院的比重很普遍 所以你才發現就是說 那個其實大概就是怎麼講 就是說一個國家它現在發生了狀況 那只是說很多時候我們去玩的時候 大概不會特別注意到這些現象 那這其實有點可惜 所以其實像我們去外國旅遊 其實也不見得都去玩 甚至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在做很多的觀察 像我去外國旅遊那種那個就業的雜誌 招募員工的雜誌這個都要拿的 房地產的雜誌這個也都要拿 去美國就要拿一下 去澳洲也要拿一下 去日本也要拿一下 去中國 中國沒有這種雜誌 所以也看不到 但報紙是有的 對 這些地方我們其實都會做一些觀察 就是說除了做經濟研究 還要實力的去做相對應的觀察 才會看到說 那個自己所看到的內容 跟經濟研究所判斷的內容 有什麼不一樣 有沒有什麼落差 因為像這個我想就應該有拿 這就是日本的就業雜誌 像這個都會拿 你就看得到工資 薪資的狀況 要募集的人熱不熱烈 類似這樣子 所以其實做很多經濟研究 都還是到國外去的 對 那我認為說這個東西累積起來 它算是一種國機關的 因為你算是對國外的內容 和對國內的水平 大概有什麼落差 不見得說真的很詳細 但是其實有個大概 你至少有概念 對你會大概有個 外國到底在跑 就好像你現在這幾次去日本 你應該也應該跟我有類似的心得 日本超市賣的 蔬菜水果果菜類的東西 物價不見得比台灣高 對 但食物類的其實 還是相對比較高 只是如果 你外面的熟食 成品的部分會比較高 可是你如果是那種 超市裡面的生鮮蔬果 那個就不見得比較高 其實它們涉及非原物料類的 跟人員無關的 其實那個商品價格相對都比較低 對 那個真的像衣服真的很便宜 對 如果你去百貨公司買折扣 真的就很便宜 對 還有日用品 甚至搞不好還比 還比中國的物價還要更便宜 這個都有 對 以我看到的是 因為你比如說看像礦泉水的價格 我們常喝的無糖綠茶的價格 飲料的價格 泡麵的價格 或是比如說像洗衣粉的價格 洗潔精的價格 洗髮精的價格 大體上你現在在日本買的價格 都不會比台灣來得高多少 說實話 我覺得這現在 再怎麼講 不只比台灣 可怕我都不會比中國還來得高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中國有很多地方現在都是比台灣貴 對 但是你看其實中國平均薪資還是低於台灣的 那是因為中國的薪資 也低於日本 區域薪資落差很大 對 你看 所以這造成一個地方可能薪資比日本還要低 但是物價比日本 高 還要高 不是說全部的物價 但某些物價這個是有的 對 所以這現象還是也是存在 對 所以我說像我以前這樣生活下 我覺得澳洲最不錯 因為第一個薪資很高 相對蠻高的 雖然物價比較高 但是物價相比起來其實 跟薪資相比其實沒有到那麼的高 對 所以你那個生活就相對是比較快樂的情況 對 人家不是開玩笑說嗎 你工作多久可以買得起一支iPhone 從這邊就比較 從綁住特定的那些標的 你比較知道就是說 大家的薪資 到底 到底你的薪資好還是不好 相對於物價 所以 以這個部分澳洲是不錯的 算不錯 澳洲大概一個禮拜內一定可以買 至少一支 一個禮拜內 你一年需要買那麼多iPhone嗎 我說假設啦 用那個數據這樣來看 對啊 像我 中國就真的落差很大 我還有去美國 發現還有人專門要從美國帶iPhone回來 回去中國賣 為什麼 因為中國人不相信在中國境內 買到的iPhone是真的 買而生了 所以你看那個信任感的落差其實是很大 所以在外國說 美國帶回來iPhone是有商機的 所以你看在美國那個什麼iPhone要開始開賣 去排隊的都是華人 青色幾乎都是 還會用人頭 你去排我幫你收購 這樣的概念 反正很多電子產品出來 我一直講到那個我才突然又想到一件事情 你剛剛講的是帶iPhone 那我們知道去日本很多人都是帶藥妝品 你知道中國人去帶的藥妝品 跟我們台灣人帶的藥妝品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我們台灣人愛帶的 你看網路上都會列什麼十大藥妝品 藥妝品 比如說會帶什麼小花眼藥水 然後會帶什麼LULU 會帶什麼新表飛鳴 會帶Wakamoto 會帶EV那個止痛錠 會帶什麼Aritamin 台灣愛帶的是這一些 老人家也都知道 太田未閃 然後甚至現在還有新的 不是有那個吹風機N97 台灣愛帶的是這一些 可是我跟你講中國人跟我們又不一樣 中國人也是愛去藥妝店 可是你去看中國人去 中國人的範圍比我們更廣 我們大概都是流行是那一些 但是中國人呢 是連你生活的一般只要會發生的疾病 連皮膚病的他全部都要 連急救用常用他也都要 因為對自己國家的藥品 買不到真的 我覺得跟台灣有點相像 只是說他不信賴感的範圍更大 更大更廣 對更大更廣 所以他買的範圍更大更廣 他們有一些 像我那時候跟他們在交談的時候 他們要找很多根本是 連我們自己都沒聽過 他們都知道 而且都指定就是要帶回去 一代都是帶一大堆回去 因為必要用到啦 不然好像 生活隨時都充滿了不安全 對啊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說 觀眾朋友其實去 出國去的時候呢 其實不妨去多看一看 甚至你下次去日本的時候 跟日本的這個 怎麼講 你在藥妝店如果遇到大陸人 或是遇到香港 你也可以跟他聊一聊 看看人家戴的那個藥妝 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 你大概就知道就是說 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在中國 大家的信賴感 對政府或是對那些藥品的信賴感 到底差異有多大 今天就是我們所談的一個 關於國際觀的內容 那希望讀者你可以 就是看完以後 有自己的一些相關的想法 或者是你可以上我們的 Facebook粉絲團 上面去看看 我們所講的一些內容 好 感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